今天開箱來自京都百年品牌 實力茶戶首度跨切和台灣連鎖迴轉壽司品牌爭先聯名合作 這次還會一併介紹7月份推出的芒果巡味系列 第一款餅木魚煸起佐抹茶鹽和鮮芒酸辣龜 第二款鮮芒酸辣蝦捲 第三款海老抹茶蕎麥麵定食 第四款抹茶風味奶酪 以及最後一款抹茶牛奶風味摩納餅 品名項就介紹到這,接下來開動吧! 那就有先推出的吃起吧 這個是鮮芒酸辣蝦捲 對於水果入菜我一直撥抱太大的想法 沒想到入口清爽,炸蝦Q彈 最花容點睛的就是cream cheese帶點濃郁感 再來是鮮芒酸辣龜 我喜歡這一款的造型設計 在鮭魚片上疊上蕭薄的小黃瓜和芒果片 再加上芒果筷作為點綴 味道也是清爽但是沒有上一盤這麼令人印象深刻 進入抹茶系列 從鮭木魚邊起走抹茶煙吃起 味道也沒有什麼記憶點 從定池天婦羅吃起 因為外帶的關係 雜物面衣都有些軟了 有點可惜 倒出來讓人覺得不妙的抹茶發病率 喝起來也是有點恐怖 天婦羅主角炸蝦 也是有點軟掉 蜜就不多做評論了 蝦子倒是Q彈鮮美 味道還行 海老抹茶蕎麥麵 看著是覺得不錯 不知道吃起來味道如何呢 麵體有點軟 而且膩 因為本來就是冷的 所以排除外帶的關係 味道帶有淡淡的抹茶 沾醬也是很淡 搭配起來有一種 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的感覺 好 既因為帶回家吃天婦羅的話 可以把麵衣去除 不然吃起來也讓人不太快樂 終於剩最後一口蕎麥麵了 好吃的當然要留到最後再吃啦 有人也跟我一樣嗎 真的要推一下這個鮮芒酸辣蝦捲 換甜品的部分 看這Q彈滑嫩的抹茶奶酪 哇 真的是很嫩 第一口就沒讓人失望 抹茶味道是大人系的濃郁 帶點苦 口感是綿密細滑 讓人想一口接一口的 看到桌上的湯才想起來都沒喝到 這個是定時附贈的味噌湯 那之前先攪拌一下 讓沉澱的味噌融合在湯裡 料是正常的份量 味道不會過重 鹹蛋是適中的 可以吃到一點豆腐以及鮭魚 比起麵來說是不錯的 最後壓軸是抹茶奶酪味摩納餅 最後壓軸是抹茶奶酪味摩納餅 包裝顏色蠻可愛的 而且還蠻大的 先把它剝一半給大家看一下剝面 剝的不是很好就別介意啦 來試試第一口 外殼部分微酥脆 抹茶味道也是濃郁的 有看到白白的碎片嗎 那是杏仁片 雖然沒什麼味道 但增加了一些口感 這個價錢50塊我很可以接受 炎炎夏日只要有經過販售點 就會讓我想要特地進去買來吃 最後半塊 如果吃東西像我一樣慢的 可以先吃一半再拿去冰 不然到後面冰因為手溫的關係會有點融化 就沒有剛開的脆皮口感了 奶酪也是 剛從冰箱拿出來吃 冰冰奶酪吃才是最好吃的 我喜歡吃冰奶酪吃 吃一口 吃飯 就行吃 吃面 限定餐點分別於旗下蒸鮮回轉壽司 sushi plus 定時八點蒸鮮販售 看完影片的吃貨們可以去嘗鮮喔 最後別忘了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給所有吃貨 留言給我們想看的開箱類型吧